妻子身怀六甲却整天蹦迪 大出血住院无人照顾 丈夫却大骂活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眼前这个长相俊俏的女子名叫曾咪 此时已经怀孕六个月的她 独自一人待在病房里 面容看起来十分憔悴 就在她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下身还流着大量的鲜血 此时脆弱的她本该需要人照顾时 她的丈夫却对其不管不顾 想到自己为这个家做出的贡献 她不明白 为什么婆家要这样对待自己 曾咪父中的胎儿并非是自然怀孕 而是做的试管婴儿 按理说 这样的孩子来之不易 为什么她的丈夫要抛弃曾咪而不顾 里面是否另有隐情呢 正当记者想要去查询真相的时候 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个女人 而她正是曾咪的婆婆 面对儿媳的指责 她表示自己受到了冤枉 作为家里的老人 她对于新生命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怎么可能会对儿媳不管不顾 自从曾咪怀孕以来 她时刻陪伴在对方左右 从来不敢有半分懈怠 可当谈起她的儿子时 老人的神情开始变得有些落寞 难道事情的根源是在曾咪的丈夫 刘志毅身上吗 为此记者找到了刘志毅 从刘志毅的口中 记者听到了另一番说辞 那为什么你老婆说你 不知道我咋不关心她呢 我现在遇到你了 那你自己关心她们 她怀孕之后你关心她们 我肯定关心她 每次关心她是啥了 你的意思是她撒谎 她现在逃了已经 她并非如曾咪讲的那样冷血 但是她的善意总会遭到 曾咪的恶语相向 长久的争吵让她疲惫不堪 而自从曾咪入院以来 刘志毅与自己的母亲时刻 陪伴在曾咪身边 但是曾咪并不领情 反而对着婆婆呼来唤去 言辞没有半点尊敬不说 还经常责骂老人 这让刘志毅难以接受 而这些同病房的病友 都能为刘志毅作证 正当刘志毅侃侃而谈时 曾咪在此刻突然提出了离婚 这又是为什么呢 妻子身怀六甲半夜蹦迪 大出血住院差点流产 丈夫却不管不问 对于离婚一事 曾咪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原来自从曾咪与刘志毅结婚以来 家里的日常开销都是由她在承担 作为家里顶梁柱的刘志毅 却整天游手好闲 没有个正经的工作 她与刘志毅结婚虽然不久 却也为这个家支出了二十多万 而刘志毅看到这样的情况 非但没有感恩 反而欺上埋下 故意欺骗家里的老人 以此打到获取钱财的目的在外潇洒 他把嘴巴咬破 吐皮水出来 骗他妈妈拿钱给他去检查 这样的丈夫让曾咪看不到希望 对于曾咪的说辞 刘志毅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觉得落了面子的她气愤不已 眼看曾咪还想要继续说些什么 她竟想冲上前殴打对方 好在被自己的母亲拦下 这才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有些郁郁不平的刘志毅摔门而去 是什么让刘志毅对妻子产生了这么大的怨恨呢 在记者的询问下刘志毅说出了心里的委屈 原来曾咪的工作是一名演员 虽然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是里面有太多让刘志毅难以接受的事情 他不止一次看到曾咪带着不同的男人回家 在刘志毅的手机里还有很多曾咪和其他人聊天的短信 一心怀疑对方背叛家庭的刘志毅 却始终找不到对方出轨的证据 而谈起曾咪这次险些流产的经过 刘志毅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这次事件的起因 居然是由于曾咪半夜外出蹦迪导致的 但是对于刘志毅的说辞 曾咪却有些不以为然 因为她带回家的那些男人都是自己的同事 双方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况且当时她的婆婆还在现场 而她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 完全是出自于热爱 现在不仅能满足自己的爱好 还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这让曾咪很是满意 觉得是丈夫在无事生非的她 开始在病房里与刘志毅争吵了起来 可由于身体还没有养好 加上情绪上的激动 导致腹中的胎儿又有流产的迹象 原本在一旁观望不敢上前的婆婆 赶紧找来了医生 曾咪同病房的病友告诉记者 曾咪的性格很是暴躁 经常会无端呵斥自己的丈夫和婆婆 有时让他们这些当外人的都有些看不下去 这让记者疑惑了起来 难道曾咪此前说的都是假话吗 你穿着那种透明的衣服去夜店 拍了你玩照片 是啊我去酒吧 我天天去酒吧的以前 天天去玩家 不是你怀孕了 你觉得你去酒吧合适吗 因为我心情不好 我得去夸些 妻子身怀六甲 却整天夜店蹦迪 大出血住院险些流产 丈夫却大骂活该 妻子心生不满当即提出离婚 刘志毅与曾咪都不是投婚 作为丈夫的刘志毅 更是已经结过两次婚了 前几次都是她的母亲帮忙安排的 但是婚后的刘志毅 总觉得对方长得不好看 原本就没有感情的二人 很快就已离婚告终 这次恰逢家里要征收 为了增加户籍上的人口 刘志毅的母亲再次帮她张罗起了婚事 这次她挑选的对象正是曾咪 曾咪不仅长得好看 收入也很可观 在刘母看来 对方一定可以让儿子满意 可没曾想最后还是演变成了这个结果 就在此时 曾咪的母亲赶到了医院 看到母亲的那一刻 曾咪一下哭成了泪人 言语李满是自己这些天遭受到的委屈 并将矛头指向了丈夫与婆婆 但是曾母的脸上却只有无奈 显然她深知自己的女儿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 年轻时的曾母为了生活 将曾咪留给家里的老人照顾 由于疏于管教加上缺乏父母的关爱 导致曾咪的性格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娇纵蛮横的她 在第一段婚姻里已失败收场 如今的曾咪已是二婚 作为母亲 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重蹈覆辙 眼下继续争执没有任何意义 况且曾咪妇中的胎儿已经有了生命 在记者的劝说下 刘志毅决定外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担起身上的责任 为了孩子也为了这段婚姻 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二人在记者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 刘志毅每个月支付曾咪一笔生活费 并照顾对方的饮食起居 而曾咪则需要好好养胎 不能再做些影响胎儿发育的事情 希望这份协议能让夫妻二人重获幸福 那么对于这段婚姻 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